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品观点 北北说故事 10月份光辉的10月 我们只要一到10月份 就可以看到街头巷尾国旗飘扬 相当的壮观 也相当的热血沸腾 光辉的10月里面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10月10号国庆日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 也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国运昌隆 以前的国庆日 在我们念军校的时候 我们蛮怕国庆日的 因为要国庆阅兵 整个从高雄凤山 我们要选了一票精英分子 到台北来 来集训 至少在一个月前 就要进驻台北四周附近的 国中国小 然后每天祝福夜出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到路上来练习 踢正步 为了就是展现10月10号那一天 气势磅礴的正部分裂 现在今年民国110年的 国庆有什么不一样 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今年的国庆日 整个庆祝的活动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序曲序幕的部分 那是由陆军 海军 空军 三军的乐仪队 来展开第一个序幕 然后带领的一些民间的团体 又包含了 这个比较柔性的音乐团体 也有学生的团体 拉开序幕 那第二个阶段呢 那就是比较传统的国庆典礼 国庆典礼 那是由立法院院长游锡昆来主持 然后接待海外的贵宾侨胞 开始来进场 实施演讲 然后总统也会在这个地方 实施30分钟的演讲 那在这个期间 还会有各界的精英来领唱 包含了有这个防疫的 这个罗义军 罗先生会领唱 还有跆拳道的 这次得牌的国手 还有各行各业 警察 消防队等等 不同的领域的英雄 来代表国家来唱国歌 这是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最重要的重头戏是什么 就是主题表演 那主题表演的部分 你没有踢正步了 没有踢正步 完全是展现 整个国家的这个力量 总共的这个状况 会有一架非常大的 CH-400的直升机 会带着一个巨幅 65平的大国旗进场 拉开整个主题表演的序幕 陆军的部分 海军的部分 空军的部分 都有比较先进的装备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以什么 就是以安定社会 非我莫属的车队 中间有包含了 我们对于国家的一些 治安维护的警消 它会有一些比较先进的 国土安全的 还有整个这个陷阱部分的部队 大家喜欢看的这个重机车队 也会在这个里面出现 然后就是空军的部分 空军的部分会有我们目前 国家先进的战机 实施空中的分裂式 包含F16V 包含了幻象2000 包含了IDF 还有这个E2T 所有空军的机队 全部都会展现 然后慢速机队的部分 最会出现陆军的Apache直升机 AH-1W眼镜蛇攻击直升机 OH-58D 还有黑鹰直升机 都会在这一次的空中分裂式出现 地面的部分 就是国土纯净 舍我其谁的部分来进展 那这次进场的部分 几乎全部都是国产的装备跟武器 我们国人自制的八轮假车 云豹假车会进场 用分裂式的方式进场 然后跟所有的国人见面跟致敬 然后紧接着会有雷霆2000火箭 这也是中科院全程自制发展的一个武器 然后重头戏在哪里 重头戏在于这一次 我们即将要透过立法院 2400亿的预算的各项装备 也会在这一次跟大家见面 包含了天宫飞弹 天宫三型的飞弹也会出现 还包含了雄风三型的真诚飞弹 也会出现 雄风二型的飞弹 还有陆军的防空飞弹 都会在这一次的典里面 跟大家见面 所以这一次的整个装备的亮相 叫做主题表演 主题表演的部分就是要让人民安心 让人民知道国军在这一年来 建军备战要提供给人民最安全 最平安舒适的生活环境 我们在欢庆国庆的同时 其实国军在各个领域都没有轻松 从10月1号开始解放军的空军38架 10月2号39架 10月3号16架 10月4号紧接的是56架 最后凑满150架次 就在五天之内到我们台湾的西南海域 不断的进行骚扰 那很多人说这个其实它不是针对我们 不管是不是针对台湾 只要进入我们国军的侦查范围 只要进入我们国军的ADIZ线 我们都要予以监察跟警戒 那邱国正部长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 罕见的说了让大家非常惊讶的话 邱国正部长说 这是我从军40多年来最严峻的考验 哇大家觉得40多年 那么1979年的823炮战 单打双不打那种有实际炮火 你来我往的时候 难道没有现在危险吗 1996年的台海危机 中共发射了导弹到我们南北 对我们来实施恐吓 难道这不够危险吗 为什么邱国正部长会把这一段时间 150架军机扰台 视为最危险最严峻的时刻 况且在美国 所有的包含了美国的国务院的 这个发言人普莱斯 包含了美国白宫的发言人莎琪 都已经讲过 希望解放军能有所节制 你看美国罕见的双发言人都已经说话 就表示现在这个状况危不危险 很危险 那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邱部长会说这是40多年来最严峻的时刻 我先讲到823单打双不打 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79年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邱国正部长觉得现在比那个时候还要危险 第一个1955年到1979年这段时候 两岸的军事是失衡的 什么叫失衡 就是国军的装备 国军的训练 国军的制空制海能力 是优于解放军的 所以在1955年到1979年虽然炮火你来我往打得非常的惨烈 但是整个战力是我优于敌 我比解放军来的优 所以在那个阶段虽然牺牲了很多劣势的生命 但是其实在国防部来讲 我们是有把握掌握全局 所以说当时没有现在紧张 到了1996年台海危机 那也是一样 那时候解放军的军事实力已经上升了 跟国军几乎是平平并驾齐驱 他的空军跟我的空军在台海是获得中线的优势 大家各占一半 分别占东边跟西边的优势 所以说大家平平平守 海军的部分 当时他们还没有具备航空母舰 也没有具备核动力潜舰 所以跟国军的势力也是概约平等 所以说在实力平等的状况之下 解放军要攻 国军要守 攻防一对比 那必须要超过三到五倍 才可以拿下我们中华民国 所以即使在96台海危机 他为了要影响整个总统大选的结果 用了导弹来实施威胁 可是在整个国军的掌握下 因为兵力 势力跟整个海空的情势 我们还掌握得住 所以虽然紧张 但是不需要担忧 所以也不用太紧张 到了现在 整个情势不一样 2021年的解放军 他的军舰 他的潜舰 他的航母整体的数量 已经是世界第一 比美国还要多 他的整体的军事的船舰 比美国还要多 他的整体的航空的能力 他的战斗机超过1500架 我们多少架 400架 他们的战轰机等等 已经是世界上位居全世界 军力评比第二名 所以说解放军已经具备了 进犯台湾的能力 不是2025年 是现在 现在解放军就已经具备了 进犯台海的能力 所以说邱国正部长为什么紧张 他非常紧张 因为国军如果原地踏步 不再进步 那军力整个失衡的能力 会更加严重 那等到已经超过了 5到10倍的时候 那解放军要拿下台湾 轻而易举 所以大家知道吗 人家讲过英国叫日不落国 我们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有一面旗 叫做国防部长旗 从来没有降下来过 也就是他2月份 接了部长到现在 他都睡在国防部长室 没有回家 叫做日不落旗部长 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现在两岸的局势 是40多年来最严峻的时刻 所以说这一次的国庆的展演 主题展演的部分 会把国军国造的飞弹 一一的呈现在 所有国人的面前 就是要告诉国人 现在的时刻 现在的时机 不是大家居安的时机 这是居安要思维 我们现在很安全 但是我们要想到对岸的解放军 不断的在增加他的军事实力 不断的在增加他的军备 所以大家说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我们国人能做什么 我们只要做一件事 支持国防建设 支持国防建设 给予国军弟兄 给予国军的部队 更好的装备 给予国军部队更好的防御武器 他才能够拿着这些宝剑 英雄拿着宝剑来保卫国家 很多人说 那我们是不是在跟共军做军备竞赛 不是 我要跟大家说明一点 什么叫军备竞赛 什么叫做防卫平衡 我们现在在做叫做防卫平衡 不是做军备竞赛 如果做军备竞赛 就是说解放军有一架航母 我们也要弄一架航母出来 解放军有逆中战机 我们也要弄一架逆中战机 这叫做军备竞赛 可是我们现在做的叫做防卫平衡 就是解放军可以用来进犯台湾的武器 包含了战舰 包含了飞机 包含了飞弹 我们都要有反制的作为 一艘军舰 我们要几枚飞弹可以把它集成 那我们就要建构足够的飞弹 一架逆中战机飞过台海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雷达可以捕捉到它 然后可以阻制 持制 反制 甚至击落它 这是我们的反制作为 共军有相当多的导弹 有相当多的飞弹 那我们要有多少防控拦截飞弹 可以把这些足以侵犯台湾的飞弹 全部拦截下来 这叫做反制平衡 反制平衡 通常我们所建构的能力 建构的武力装备 只需要进犯国的五分之一 我们就可以达成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状况 真的不及如此 已经失去了平衡 所以大家要支持国军 要帮国军做些什么 就是第一件事情 能够支持国防部所提出的各项预算 让国防部的国军 在辛苦之余 他能够有足够的装备 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保护我们的国人 我觉得这就是在 10月10号即将来临之前 全国的人民既能够帮国家做些什么 又能够支持国军 最主要支持国军 支持国家 就是支持自己安定的生活 我们在中华民国这块土地上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我们已经72年 我们享受到了自由的民主 得来不易 也希望大家坚持你的自由民主信念 坚持你在台湾 爱台湾爱护2300万人 我们永远会溢溢在太平洋上 绝对不会消失 所以110年的国庆 也就是整个中华民国更坚强 更团结的一年 再次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